哈喽大家好 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款VPS 那这款VPS呢叫Croco 最近是突然爆火 最后细细品了一下 还算找到原因 因为它好像是新加坡注册地 注册的这家公司 然后是跟阿里这边有战略合作 是使用的阿里国际的机器 它的上游提供商是阿里云 6月份呢有小伙伴已经在用 但是那个时候是很少人知道 似乎也没有什么优惠 那最近这两天各大MJJ论坛 都有相关的贴子 整个就是罢评的一个状态 我也特别想测这家的机器 刚好呢群里小伙伴有机器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些机器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多人 为什么突然就火了 官网在这儿 你可以在Google搜索这样的关键字 他们是有两种语言 一种是英文 一种是简体中文 所以对我们来讲 整个体验还是非常友好的 而且他家似乎用的不是很多小厂商使用的这种统一模板 他家是可能还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良 这边主打的两款优惠 一款是一年21刀的机器 50OFF这个优惠码去玩的 现在好像没货了 好尴尬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产品 只剩这一个了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我这边呢 昨天刚好录了一个视频 它是要60刀的 看到了吗 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60OFF 它就可以减免把60刀减免到24刀这样的去玩 那现在说什么 那大家去尝试50吧 然后他这边呢 是支持Visa Master 还有我们的支付宝 还有支付宝香港啊 这个对我们付款也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他跟阿里合作嘛 那可能阿里相关的支付支持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边呢 你就可以去扫二维码 我是犹豫了 我没扫 因为小伙伴有机器 所以我就没去这样的去操作 一核一季的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为两核两季确实太具性价比了 期待他们未来还有没有类似的活动 估计只有这一次了 注册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直接用谷歌去直接登录 还有GitHub直接登录 当然你也可以去填信息登录 那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机器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运营商呢 就是阿里云啊 阿里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我是用的Dabin12啊 它是两核的机器 两G内存的机器 40G的硬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理位置是香港 这边的延迟呢 基本上是35 我是移动的嘛 IP解锁的一个状态 上网的测速呢 其实都是比较惊人的 都能达到满速 它的带宽也是非常大的 它是1000兆的 这个价格 24到半年的价格 相当不错的一个性 我们再看它的延迟呢 都是40 30这样的 是它的一个线路 虽然都是普通线路 但是很好了 比那些优化线路都都好很多 我也把wordpress网站部署在这台服务器上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速度呢 当然是没的说非常快 纯体验啊 没有带任何掐饭的意思 来那我们上机实测 我们k一下 我们选择8测一下 它的2解锁情况 gpt好像只解锁网页 cpu给它半吃了一个跑分啊 它这边能跑到914 这个水平已经在我们测试过的机型当中 属于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了 高于很多市面上的vps了啊 一般的来讲都是500 400左右这样的vps 那cpu的指标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们通过这个脚本来看一下硬盘 那个性能 硬盘看样子啊 不是特别高 属于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机械硬盘吧 一般我们能看到的就都是在八九百啊 或者说三四百 但是已经瑕不掩鱼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测速就能看出来 它的网络性能已经高出绝大部分的香港vps一大截 所以硬盘比较拉 cpu还不错 网络性能是非常优异的 虽然不是什么cn2啊 优化线路啊 市场使用非常nice 全球的测速情况 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15 来看看它上海这边电信 不止进来 它有没有绕路之类的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常规延迟看着还是比较清晰的 都是直接从香港直接到广东再到上海 它是先到联通 那似乎联通线路会比较不错 因为它好像都是通过联通来转进来的 我们再看一下移动吧 对移动是比较值的 好像电信必须要走联通 好这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call out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